第二的話也是畫矩形 所以矩形的地方點下去 它的寬是X 記得是X95 然後豆點 55 寬跟高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地方 也是用偏移的 所以偏移先做什麼動作呢 先把它炸開 先分解掉 分解掉之後呢 這個上方我就先偏移多少呢 偏移 然後呢 總共上 上下的距離 總共有幾個區塊 1 2 3 4 5個嘛 所以 這個距離應該是 55 除以5 就是11嘛 那這邊的話 就直接這邊偏移過來 偏移 從上到下 從下到上都OK 那比較麻煩的應該是怎麼樣呢 裡面的部分 你會發現 哇 這邊這麼多線 當然 總共有幾條呢 總共有幾個區塊 從左到右有沒有 其實應該有 12個 12條線 那你如果說 12條線你可以這樣啊 你可以就是 一樣用偏移有沒有 偏移多少 95 除以12 Enter 然後你就直接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一直過去有沒有 然後再來修剪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很花時間 我不建議你這樣做 我先建議你做兩個就好了 因為其他都重複 重複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用矩形陣列比較好了 對不對 或者用複製的也可以 然後再來用修剪 修剪就是 降S型跑 S型 好 有沒有 跑完之後呢 右邊的都一樣 那做什麼呢 陣列 矩形陣列點下去 有沒有 物件呢 就把這幾個 記得喔 用實現喔 用窗選的方式 選 選好之後 按空白鍵 然後呢 擠藍擠列 其實喔 你會發現 只要是 只要是 縱向的都是 藍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一列